大家可以看到 大字报刚刚挂上 就有很多群众 路过的群众在这里认真地观看 并且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文革注定是人类文明之灯塔 不主动接受 那就被动承受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邓小平1954年写给毛泽东的赞美诗 称毛为慈父 这张大字报写的是 毛主席有多么仁慈 这个大字报标题是 中国危害最大的假货 假共产党 这张大字报标题是 从毛主席向尼克松开出的架码 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学习什么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尼克松的低头 中国用抗美援朝对上战争 证明了新中国不但是大国 而且是强国 抗美援朝结束了美国对中国的武力讹诈 但还不足以让他低头 那么让美国人低头的是什么呢 可以确切地说 是中国的红色文化和国力的飞速增长 那么当时的新中国在世界上 别的国家百姓眼里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个革命的样板 就是一群底层受压迫和剥削的穷人 推翻了剥削政府而建立起来的 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的精气神 无一不让各国的百姓 和受压迫的底层人民 向往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一定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同学们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十分意外 看看毛泽东 他的小平纪念馆的留言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郑州红色网友举办 魏威同志著作正月活动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质问特色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当前国家最头疼的十三件大事 carbs 你们记得标题是 最后来给你们 wiquet 功能对标题是 优租地埔睿至干 之前 全部给你们不能 peak